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 看这个苹果挂件 苹果挂件哈,是挂件 好,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学习哈 好,首先呢把咱们的这个线给拿出来 把线拿出来哈 我这里随便拿出一个颜色的线 这个颜色就是比较方便教学 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大家拿线的时候 我现在勾的是这个苹果的主体哈 主体,咱们可能会有其他配色 所以呢不一定是红色 根据咱们购买的 你看一下你买的是什么颜色的苹果 拿出咱们这个主体颜色的线 咱们是从这下面开始勾 勾到上面然后给它拉一下 再勾这个叶子和这个梗 给它缝上就好了 所以咱们是先拿出主体颜色的线哈 再根据咱们购买的这个颜色 拿主体 好,我这里用这个颜色 看一下拿线的方法 右手捏住线头 左手张开 这样,从里往外绕小拇指一圈 然后经过十指和中指 这样拉过来 再从中指和无名指中间拉出去 绕回来 看一下中指这里有一个交叉点 用大拇指给它按住 这里留个几厘米的线头 留个几厘米的线头 看一下,这是咱们的拿线方法 好,拿线方法 好,然后拿出咱们的勾针 这是咱们的勾针 拿勾针呢,就好像拿笔一样 叫拿勾针 让这个勾头对着自己 勾头对着自己 好,看一下 勾针 咱们从这个线圈里面穿针 穿针之后 勾针放在线的上方 上方哈 咱们这个苹果挂件 是用了十字勾发 十字勾发 所以是放线的上面哈 咱们就是在绕线的时候 都是放线的上面 好,现在勾针上有一个线圈 勾针在线的左边 逆时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线圈里勾出来 这样慢一点拉 勾出来 然后勾针上有一个线圈 左右晃动一下 这里呢,是一个固定针 是一个固定针 好,看一下这一根线哈 这一根线 咱们不需要拉得太紧或者太松 只要保持这一根线是直的就可以的 好,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勾短针了 开始勾短针了哈 咱们第一圈呢 是勾六个短针 第一圈是勾六个短针 看一下短针呢 勾发 从这个中指的大洞里穿针 之后把勾针放在线的上方 放在线的上方 注意这个 这个绕线的方法哈 咱们是十字勾法 十字勾法 还有这一根线的力度掌握好 这样挂线勾出来 好,勾针上现在有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在线的左边 逆时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两个线圈里一次拉出 这里拉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咱们可以勾针上提一点 这样子勾针和线圈中间会有一点缝隙的 有一点缝隙 咱们让这个勾头这个地方对着这个缝隙 这样子会比较好拉一点 这样慢慢的拉 慢慢的拉 这样就给它拉出来了 好,新手朋友们呢 这里可以多练习几次 可能刚开始这样拉的时候 可能不太好拉哈 这样子就是咱们勾出来的第一个短针 咱们用这个缝合针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哈 这个,这个地方 这样子 我针穿入的这个孔 就是咱们的第一个短针 它是由两根线组成的 这根线还有这根线 组成的一个大写字母 V型 V型的一个这样的编子针 好,咱们用机号扣呢 可以在这里做一下标记 这样直接给它扣上 这里是第一个短针位置 然后再来勾 然后再来勾 从大洞里入针 放在线的上方 挂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然后 逆时针绕线 从两个线圈里 一次拉出 两个短针了 看到 看一下哈 还有就是咱们在勾的时候 不要勾得太紧或者太松 怎么来把握太紧或者太松呢 就是这样子 勾针上提 这个线圈会变大 这样子勾出来的呢 就会比较松一点 然后左手十指用力 拉 这个线圈会变小 这样子勾出来的就会紧一点 咱们不要太紧或者太松 只要保持勾针 可以在线圈里面 这样自由活动就可以的 这个感觉咱们要找一下哈 就是多勾几圈 大概就可以找到了 好两个短针了 勾好之后继续 穿针 放在线上方挂线 勾出来 两个线圈 在线的左边 面试针绕线 从两个线圈里 一次拉出来 三个短针了 看一下 三个短针了哈 咱们总共是勾六个 后面和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放慢速度了 如果感觉快的呢 可以调整咱们视频的倍速 调成0.5倍速 如果感觉我勾的慢的呢 可以咱们可以快进 调成1.5倍速 都是可以的 好 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针上面 咱们也给它扣一个胶扣 好 把线圈拉大 咱们一起来数一下哈 看一下 这样子看 还是蛮明显的哈 看一下就好像咱们变的马画变 或者那个麦穗 那个样子哈 第一针胶扣 一二三四五 然后脚口上有一针六 好六个短针哈 把钩针穿回去 收紧线圈 好 然后咱们拉这个短线头哈 拉这个短线头 右手扶住钩针这里 然后这样左手用力拉 一定要给它拉紧 把中间的缝隙 一定要给它拉紧了 好 在第一针胶扣位置 咱们给它做引拔哈 引拔 咱们就是这样 把钩针从这个胶扣位置 穿针过去 之后把胶扣拿下来 咱们看一下引拔这么做哈 这样 钩针在线的左边 立实针绕线 勾出来 钩针上现在有两个线圈 咱们直接把前面的线圈 从后面的线圈 直接给它拖出来 看一下 直接这样拖出来 这里也有一个位型的辫子 这个就是引拔针 引拔针不做针数 所以这里呢 咱们可以给它拉紧一点 好 尽量拉紧哈 如果是再拉不动就算了 看一下 引拔之后呢 引拔的作用就是手尾相接 给它形成这样一个小圆圈 好 咱们接下来呢 开始立一个辫子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高度 看一下辫子怎么做 勾针在线的左边 立实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线圈里 直接勾出来 这就是一个辫子 也是不做帧数的哈 咱们是作为第二圈起立高度的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呢 是6V V的意思呢 就是加针 就是一个孔里 咱们给它勾出来 两个短针 一个孔里勾出来 两个短针 就是加针哈 看一下 咱们还是引拔的这个针孔 入针 挂线 勾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一时针绕线 第一次勾出来 好 这个刚刚勾出来的 这个微型的辫子孔 就是咱们的第二圈的第一针哈 勾上交扣 好 还是这一个孔里 入针 入针 再给它勾出来一个短针 这样子呢 咱们就给它完成了 一组的加针 一组的加针 咱们总共是需要做六组的 下一个针孔 入针 好 还是这一个针孔 入针 好 两组加针哈 两组加针 加来都是一样的方法 好 三组 就是每一个孔里 都给它勾出来两个短针 最后一针 入针 把交扣取下来 好 还是这一个孔里 好 最后一针上 可以给它扣上交扣 可以把线圈 拉大 咱们呢 来数一下帧数 看一下 第一针交扣 第一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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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二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第二圈勾完之后 应该是有十二针了 好 把线圈收紧 咱们做引拔 第一个 交扣 这个孔里入针 做引拔 历史针绕线 勾出来 然后直接把前面的线圈 从后面的线圈里 拖出来 拉紧 好 看一下 如果中间有缝隙的话呢 咱们可以继续 拉短线头 一定要让它没有缝隙 好 立一个辫子 绕线 勾针上线圈 勾出来 第三圈的 编织规律呢 是一个 短针 一个 加针 这样子 为一组 咱们重复把这圈勾完 就是 短针 加针 短针 加针 短针 加针 就是隔一针 隔一针 然后做一个加针 隔一针 做一个加针 看一下 先来勾一个短针 第一个 交扣的这个孔里入针 勾一个短针 第三圈的第一针 扣上交扣 好 下一针 咱们这里呢 是做加针了 因为刚才 第一个孔里 做的是一个短针 所以呢 第二个孔里 咱们就是做加针 加针就是一个孔 勾两个短针 所以呢 还是第二个孔 入针 好 这样子呢 就给它完成了 一组的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这样子 咱们看作是一起的 看作是一起的 完成一组了 然后继续 一个短针 我说短针 咱们就是这一个孔里 勾一个短针 我说加针 咱们就是这一个孔里 勾两个短针 好 加针 短针 加针 短针 加针 短针 加针 好 最后一针 是一个加针 好 给它扣上交扣 这样子呢 咱们可以把仙圈拉大 来给它数一下 针数 咱们自己可以数一下 我就不带大家一起数了 这样数完之后 应该是有18针的 应该是有18针的 然后咱们 就是每勾完一圈 都要数一下帧数 然后再做一个引拔 引拔之后 再做一个起立 然后再勾下一圈 好 然后直接拖出来 这是一个引拔 再立一个辫子 加来开始勾 第四圈 看一下这个圈数 怎么数 看这里 这样是一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或者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对吧 所以咱们这里能看到三个圆 三个圆圈 就是三圈 一 二 三 所以现在开始勾第四圈 然后就是面对着 自己的这一面是正面 这个呢就是反面 看反面有线头 然后还有一个横着的这样的 横着的这样一个一个小吐气 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有规律 不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你看正面 就是比较整齐 第四圈的编织规律呢 是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再来一个短针 其实呢 说白了也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咱们上一圈是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对吧 其实呢 这一圈呢 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只不过呢 就是咱们 就是遇到这样双数的时候呢 是把短针分布在加针的两侧 分布在两侧 嗯 不知道我这样讲 嗯 你们能明白吗 你们能不能明白 就是 嗯 看一下就是 短针 加针 短针 这样子够 短针 加针 短针 短针 加针 短针 短针 加针 短针 就是把这个 两个短针放在加针的两边 不要挨着 嗯 跟着我一起做吧 可能讲的不是太明白 第一个短针 嗯 好 然后是加针 我说加针 就是一个孔里勾两个短针 我说短针 就是一个孔里勾一个短针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组的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完成一组了 咱们将来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勾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两组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一个短针 就是这个规律一直勾到 把这一圈勾完 好 扣上交扣 可以把线圈拉大 咱们数一下针数 这里呢 勾完之后应该是有24针的 可以数一下 然后做引发 另一个辫子 做起立针 第五圈的编织规律呢 是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就是短针短针短针 第四个针孔是加针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勾完 短针 两个短针 下一个针孔 三个短针 再下一个针孔 是加针 这个孔里够出来两个 好 这样子 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 就给它完成一组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 往后面一直钩 一 二 三 然后是一个加针 三 加针 一 二 三 加针 一 二 三 加针 再来 一 二 三 最后一个针孔 加针 好 勾完这一圈之后呢 应该是有三十针的 好 三十针 大家可以自己来数一下 然后咱们给它做银拔 银拔 另一个辫子 这样开始 勾 第六圈 第六圈一直到第十圈结束 咱们都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就是 嗯 一个孔对一个孔 一对一的勾 没有针法的变化 一个孔里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一对一的勾 这样 爱着勾就可以了 这个中间的线头呢 如果感觉有一点碍事的话 就可以给它剪掉 一对一的勾 然后就是咱们在平时的这个勾施的过程中 因为毛线的供应性呢 就是没有一根到底的 总会有接头的出现 咱们看一下 遇到接头 或者呢 咱们机器打团 沾上机油 看一下怎么来处理 我这里打一个结 咱们这样勾到大概有10厘米左右的样子 咱们这里停下来 先把这个接头或者脏线的地方给它剪掉 这样剪了丢掉 然后看一下哈 然后看一下 咱们这样子 勾针 从这个 下一针孔 入针 入针之后 这样 勾针在线的上方 上方 挂线 勾出来 勾针上现在 还有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到这里不要动了 拿出咱们新的一段线 新的一段线 然后拿好线头 这样 这里留个几厘米的线头 这样按在植物的后面 咱们绕这个新的这一段线 绕线 从勾针上的两个线圈里 一次拉出 好 接下来呢 还是正常入针 下一针孔正常入针 之后把这两个线头 放在勾针上面 然后挂在线的上方 挂线 勾出来 绕线一次拉出 下一针入针 还是把两个线头 放在勾针上 好 再给它压一针 这样子呢 咱们给它压个几针之后呢 对余的线头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这样给它剪掉 好 加来就是正常针了 这样正常针 咱们这样子呢 就给它完成了换线 这样换线就给它完成了 好 就是这样子 一对一的勾哈 咱们一直 勾到第十圈结束 每勾完一圈之后 都要数一下针数 数一下针数 然后再做一下 引拔针和起力针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的 这样子 好 第六圈马上就勾完了 最后一针 好 勾完这一针之后呢 咱们可以给它 数一下针数 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还是三十针啊 好 数完之后 正确 正确之后 咱们在第一针位置 做引拔 引拔之后 再做一个起力 然后咱们再开始勾下一圈 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咱们一直勾到第十圈结束 好 现在第十圈呢 我已经勾好了 这一个辫子 咱们接下来开始勾第十一圈 十一圈的辫制规律呢 咱们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减针 就是前面三个孔 每一个孔里各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减针 这个减针呢 是咱们的新针法 咱们先把三个短针勾好 一 二 三 三个短针勾好之后 把仙圈拉大 咱们来看一下减针 怎么勾的哈 先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这一个针勾 一个针勾是由两根线组成的 一根线是这样子 靠近自己的这一根线 就是靠近外面的这一根线 是咱们的外板针 靠近里面 里面 这个待会需要塞填充棉 靠近里面的这一根线 叫做这个内板针 内板针 咱们剪针呢 都是直条外板针 这样子穿针 直条一根线 外面的这一根线 这样穿针 穿之后 把针头这样绕一下 然后来到下一针 下一针也是直条外板针 这样子穿针了哈 咱们剪针就是这样子穿针 看一下 外板针 外板针 绕一下针头 下一针也是外板针 这样子哈 就是这样子 穿针了 把第四针和第五针 给它合并成一针 这里是咱们的 第四第五 这里是咱们的第六针 就是勾完减针之后 正常勾短针的这个 这个孔 可以这样子 先做一下记号 因为有的人 可能就是剪针之后 再找针孔 不太会找 所以我这里 先做一个记号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这样子做一下记号 或者呢 可以拿出你的记号扣 给它扣一下 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 和咱们刚才讲的方法一样哈 这样挑外板针 挑外板针 好 然后绕一下针头 下针也是挑外板针 看一下这样子 针针上呢 有三根线 有三根线 然后咱们针针 放在这一根线的上方 挂线 挂线从前面 两个线圈里 勾出来 从前面的两个线圈里 勾出来 好 勾出来之后 针针上还剩两个线圈 然后咱们在 逆时针绕线 从针针上剩下的 两个线圈里 勾出来 这样子 咱们就给它 做成了一个剪针 做成了剪针 看一下这个 这个缝合针 这个孔 咱们按照这个孔 穿进去 咱们这里是 接下来正常勾短针的位置 一个短针 接下来下一个孔 两个短针 再下一孔 三个短针 好 勾好之后 又到了剪针的地方 看一下 这两个 把这两个针目 变成一针 然后这里 剪针之后 正常勾短针的孔 挑外半针 挑外半针 勾针上有三个孔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三个线圈 看一下 我掰一下 可以看出来的 三个线圈 好 然后咱们勾针 在线的上方 刮线 从前两个线圈里 勾出来 勾针上还剩两个 还剩两个线圈 然后逆时针绕线 从剩下的两个线圈里 一次拉出 这就是剪针的勾法 正常勾短针 好 如果有对剪针 不明白的呢 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 要我之前 专门录制的 剪针的视频看一下 也可以呢 把咱们的视频 倒回到我 就是咱们 退回到 我讲剪针的地方 咱们给它 放慢速度 再给它 仔细学习一下 都是可以的 这一圈的规律 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剪针 三个短针 一个剪针 好 最后一个剪针 合上交口 另一个辫子 加来开始勾低 十二圈 编制规律呢 是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然后再来一个短针 这样子为一组 一样的 其实也是两个短针 一个剪针 只不过把这个短针 分布在剪针的两侧 一个短针 加来是一个剪针 然后再来一个短针 好 这样子呢 就是一组 它们按照 同样的方法 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再来一个短针 完成两组 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再来一个短针 好 好 也好 好 再来一个短针 来一个短针 去 咱们每勾完一圈都要数一下帧数 和咱们这个图记后面有这个帧数 咱们数完之后对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好 这样把线圈拉大 我们可以先给它晒一些填充棉 这里也不需要塞太多 太多的话待会咱们这样拉造型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太好拉了 先塞这样吧 待会可以边勾边塞也是可以的 好 第13圈编制规律是 一个短针 一个剪针 一个短针 好了 然后是一个剪针 好了 再重复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就是这样子重复 把这一圈勾完 就像头旁边 相同的边编 就是这样子重复 清垃鑽 它就像头前面形成 又是这样子重复 然后在第一阵交个位置做硬巴 好 看一下这个 把仙圈拉大 如果你感觉这个绵不太够的话呢 这里也是可以继续给它塞的 不需要塞太紧哈 太紧的话 待会咱们需要这样子给它拉造型哈 就可能拉不动 不太好拉 收紧线圈 最后一圈咱们直接是六组剪针 这里第一个剪针 可能你这样子挑第一针了 外半针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挑 如果可以挑起来呢 咱们就是还是正常剪针 如果你挑不起来呢 咱们可以直接在第二个短针上面 直接在第二个短针上面 直接给它 勾短针就可以了 第一针扣上 下面剪针 直接两两剪针就可以了 穿不会等于是 就像平均一样有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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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在第一针胶口位置做硬瓣 好 然后给它断线 这个断线可以稍微给它留长一点 大概留个40厘米左右吧 40厘米左右 远远长一点 然后把线给它这样子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咱们给它瘦一下 这样穿上缝合针 这样子 咱们调外半针 顺时针方向 依次给它调起来 这条外半针 这样给它瘦一下口 好 然后给它这样拉紧 拉紧之后呢 咱们这样子 从这个 或者从中心点的位置也是可以的 从中心点的位置吧 然后咱们从中心点的位置 下面中心点的位置 给它穿出来 看一下 这样拉 这样这里就会有一个凹下去的一个这个造型 然后咱们这个针呢 再从这个旁边 跨一圈 这样再给它穿过来 这样使劲拉 使劲拉 看一下 这样子呢 你可以给它整理一下 让它上面也有一个这样凹下去的 小这个凹下去的造型 然后下面呢 也是有一个凹下去的造型 这样子给它整理一下的 整理一下 好 然后呢 咱们这样子 再看一下 在这个出线孔附近 咱们给它挑一阵 挑一阵 这样拉 不需要拉完哈 不需要拉完 不需要拉完 然后从这个线圈里面 再给它穿过来 这样子相当于打了一个结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感觉不牢固的话 咱们可以这样子 手这样 一转圈 之后这里也有一个线圈 从这里面穿过来 距离这个主体 这样 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打一个结 然后呢 再这样打一个结 让这个结呢 打在刚才的这个结上面 就是咱们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结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 再来打一个 好 这样看 让这个结变大一点 然后呢 咱们从这个出线孔 旁边的一个孔 入针 随便一个孔 出针 这样实际拉 把这个打个打给它 拉到里面去 这样就进去了 然后咱们可以这样子 这样横夸一针 一针 夸太多的话 会比较明显 比较丑 这样拉 不需要拉太紧 太紧的话就变形了 这样来回给它 多穿几针 这样多穿几针 好 这样多余的线头呢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好 这样再给它整理一下 这是咱们苹果的主体 主体就好了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来勾一下 这个小叶子 小叶子的部分 就是根据咱们购买的 这个图片哈 看一下这个叶子 什么颜色 咱们就拿什么颜色的线哈 不一定是这个线哈 这样拿好线 拿线方法 绕小拇指一圈 经过食指和中指 然后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留个几厘米的线头 看一下 勾针在线的下方 捏使针绕线 勾针这里有一个交叉点 咱们用手指给它捏住 然后勾针在线的左边 捏使针绕线 从勾针上的线圈里拉出来 手捏住转线头 右手拿着勾针往上提 好 这样就给它撬针了 接下来呢咱们是勾六个辫子 六个辫子 一 这里是第一个辫子 扣一下交扣 二 第二针上也可以扣一个交扣 三 四 五 在第五针上 第五针上也可以扣一个交扣吧 好 然后六 立六个辫子 然后再倒数第二针 就是第五个辫子上面 咱们开始勾短针 这里注意一下入针 入针的方法 咱们这样这个辫子 看一下 这个辫子是由两根线组成的 一个是左边的一根线 一个是右边的一根线 咱们接下来入针 都是在左边的这一根线入针 这样子 在这个上面入针的 所以呢 咱们挑倒数第二针 左边的这个根线 第五针上面右边的这一根线 不要扣上交扣了 咱们现在是挑左边的这一根线 入针 勾短针 之后放在线的上方 挂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从两个线圈里 一次拉出来 好 这里是咱们的第一个短针位置 这里呢 这里呢 咱们可以拿一下 之前的线头 之前咱们剪掉的线头 给它从这个里面 给它穿过来 就是充当一个交扣的作用吧 如果你可以分清楚第一针 那么就是可以不用做记号的 好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是勾一个中长针 这样一次哈 这样挑线 中长针 看一下怎么勾 这样勾针在线的左边 捏时针绕线 然后再下一针依然只是挑的这边的一根线 这样入针 之后这样勾针在线左边 捏时针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哈 有三个线圈 然后咱们勾针在线的左边 捏时针绕线 从三个线圈里一次拉出来 这是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呢 是一个长针 看一下长针 也是先逆时针绕线 然后再下一针孔 挑左边的一根线 看一下咱们勾过的孔 勾过的孔会变大哈 看一下 咱们只要勾过 你看这个孔还是蛮大的哈 所以接下来是这里入针 入针 逆时针绕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咱们长针哈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逆时针绕线 先从前两个线圈里勾出来 好 勾针上还剩两个线圈 再逆时针绕线 从剩下的两个线圈里勾出来 好 这就是一个长针 如果有对这个中长针 还有长针针法不太明白的呢 可以返回到咱们刚才教学的地方 放慢速度再看一下 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咱们的客服 要专门录制的视频看一下 长针勾完之后 咱们再来一个中长针 先绕线 逆时针绕线 在这个接着的挨着的这个针孔入针 绕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 逆时针绕线 从三个线圈里一次拉出来 这是中长针 然后第一针交扣的这个孔里入针 咱们这里呢可以把交扣取下来 嗯 先不取了 咱们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出来 两个线圈绕线一次拖出 好 这样子 咱们就是这一半就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咱们另一个辫子 这样 逆时针绕线直接从勾针上线圈勾出来 咱们这样子勾一个辫子 算是咱们转弯 转到另外一侧来勾 然后还是就是第一个交扣的 在这里入针 咱们继续给它勾一个短针 第一个交扣啊 第一针这样 勾出来两个线圈绕线一次拖出 好 然后 逆时针绕线 在第二个交扣这个孔里入针 交扣取下来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上 它压一下线头 逆时针绕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拖出 这是一个中长针 再来一个长针 绕线下一针孔入针 短线头放在勾针上 绕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绕线通过前两个线圈 绕线通过后两个线圈 好 再来一个中长针绕线下针入针 绕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绕线一次拖出 好 加来最后一针 这个交扣位置入针 交扣取下来 这里能够的是一个短针 好 先一次拖出 好 然后在第一针 咱们扣这个 咱们穿绳子的这里入针 咱们给它做一拔 好 然后给它断线 断线大概留个20厘米的线头 然后咱们可以这样把线直接给它拉出来 直接拉出来 好 这个短线头呢就可以给它剪掉 好 放在一边备用 这个叶子就够好了 好 接下来呢咱们勾一下这个梗 这个梗的地方 这个梗根据咱们购买的图片 看一下这个颜色 拿出对应颜色的线哈 不过这个颜色有一点深 就是我录视频呢 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这里就随便拿一个颜色哈 不一定拿那个颜色 那个颜色太深了 我拿这个颜色吧 拿线方法和叶子一样 捏住线头 绕线一圈 经过食指和中指 然后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这个留各几厘米的线头就可以了 可以给它留 七八厘米 就可以 七八厘米 也不要太短 待会需要缝苹果上 勾针从线的下方 捏视针绕线 有一个交叉点捏住 然后勾针在线左边 捏视针绕线 勾出来 左手拉这个 短线头 右手拿勾针往上提 好 咱们是勾六个辫子 六个辫子啊 绕线 勾出来 一个辫子 勾线 勾出来 两个辫子 勾出三 四 五 记住 记住第五个辫子啊 六 然后咱们在第五个辫子 还是调左边的一根线 还是调左边的一根线 咱们做引拔 开始往回做引拔 这样 你勾视针绕线 勾出来 之后直接把前面的线圈 从后面的线圈 直接拉出来 这是一个引拔 然后下一针 也是这个 调这一根线 如针 逆时针绕线 勾出来 然后 直接勾出来 引拔 两个引拔了 三个引拔 四个引拔 最后一个 然后线勾出来 直接从后面线圈勾出来 好 五个引拔 勾好之后呢 咱们再逆时针绕线 从固针上线勾出来 另一个辫子 这样作为锁针 针绕线 这样直接把线拉出来 好 咱们待会封合 好 这样子呢 咱们这个主体 这个梗 还有这个叶子 都准备好了 咱们开始缝合 开始缝合 先来缝叶子吧 这样 穿上 穿上线头 直接看一下 上下 你感觉哪一个适合当上面 你就当上面 咱们叶子是缝在上面的 从中心点的地方入针 旁边一圈出针 我这里只是一个参考 然后上面 叶子 从另外一侧 咱们先是从这边出来的 咱们从这边 穿过来 之后 这样再给它 穿过来 不需要拉太紧 咱们这样子 从这个线圈里面 再给它穿过来 拉紧 然后这里可以再给它 打一个结 靠根部 这样 给它打一个结 好 然后多余的线呢 咱们可以给它 串到里边去 这样 把叶子 整理一下 注意因为颜色不同 所以咱们是 哪一个孔 哪一个孔出现 就还是这个孔 再给它入针 就是同一个孔 出同一个孔径 这样给它 多串几次 好 然后给它断线 那叶子就缝好了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孔 给它缝上 这样子 也是中心点的地方 入针 在旁边的地方 出针 好 然后这两根线呢 咱们可以直接给它打结 打死结 这样交叉 之后 从这里面 穿过来 这样子就是 打死结 好 可以再来打一个死结 好 然后咱们把线头 然后咱们把线头 给它 从旁边的一个孔 入针 随便的地方出针 还是哪一个孔出针 再从哪一个孔 再给它入针 这样给它来回 串几次 好 对于的线头呢 就可以给它剪掉了 另外一根线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然后把这里给整理一下 不要让它变形 千万不要让苹果变形 各有的线头剪掉 好 给它整理一下 看一下苹果 然后拿出咱们的这个 这个钥匙链 还有咱们的这个单圈 单圈哈 这个单圈是可以掰的 看一下 直接这样子 这里 看一下哈 这里有一个 这个开口的地方 然后手放在这个分 这个这一点的 左边和右边 哎呀 左边和右边 然后一个手 往自己这方 用力 一个手 往外推 这样 一分 分开了 分开之后 你可以挂在叶子上 或者这个梗上 或者你感觉 不牢固的话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 挂在主体上 直接这样挂在主体上 然后拿出咱们的钥匙圈 这里有一个 这个 再给它掏上 掏上之后 把这个 再给它 往一起 给它掰一掰 这样给它 对颜色 让它中间没有缝隙 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 咱们这个 苹果挂件就好了 你也可以挂在梗上 或者叶子上 都是可以的 挂在主体上也可以 都可以的 好 这样子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